你吃过青鱼吗?青鱼是淡水鱼养殖中一种常见的鱼类,也是我国四大家鱼之首。 在常见的淡水鱼中,青鱼是少数以体型大而成功出圈的鱼类。 十几二十年前,很多地方都曾有人捕获过一些巨型青鱼,其中普遍鱼类都难以达到的三十斤,在青鱼之中却十分常见。 有的甚至突破百金大关,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理科鱼类之一。 那这种鱼到底能长到多大呢? 青鱼寿命很长,最长可达三十年以上,比很多哺乳动物还久。 但同时这种鱼的生长周期也长,一般四年左右才成熟。 而成年后的青鱼,体长多在六十到一百二十厘米之间,体重往往都会超过五公斤。 在它们成熟之后,其生长速度也会所有加快。 2015年,千岛湖鱼场有工作人员捕获了一条长一百七十五厘米,体重将近一百八十斤的巨型青鱼。 2021年9月,也有钓友在傅春江钓到一条体重约为两百斤的青鱼王。 不过可惜的是,人们还来不及细细查看,这条鱼王就被当场宰杀。 不过,这条重约两百斤的还不是青鱼的生长极限。 2005年,南京金牛湖捕鱼队曾捕获到一条青鱼,但是将它拖上岸,捕鱼队就足足花了几个小时。 经过测量和称重后,确定这条青鱼的体长1.86米,体重打破了往日记录。 达228斤,突破了200斤的大关,经专家通过鳞片鉴定,其年龄约40岁,是当之无愧的青鱼王。 这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野生青鱼。 相信若有足够的时间,它还能再次突破现有的体重屏障。 现如今,这条青鱼已被制成标本,放在金牛湖的生物馆内工人展览。 野生的青鱼之所以能长这么大,其实和它的习性有关。 青鱼是杂食性鱼类,一年之中,除冬季外食欲都特别旺盛,而且自然水域下的它们酷爱吃肉。 青鱼主要以水底层的软体动物为食,尤其洗食螺丝肉。 所以民间也称这种鱼为螺丝青,此外,它也会取食蟹、泵、虾等,而且食量很大,加上本身寿命比较长。 一旦水域环境合适,青鱼基本都能长成水中霸王。 青鱼的肉鲜味美,营养十分丰富,它的蛋白质含量远胜于肌肉,而且富含糖类,多种维生素,钙,铁等矿物质,以及锡,点等微量元素等,自古被奉为鱼中上品。 民间甚至流传着一条青鱼三副药,食用价值很高,虽是肉食性的鱼类,但青鱼并没有牙齿,但在很多地方,青鱼却被称为锁命鱼,这是为何? 青鱼体型大,每到夏季汛期来临或水里的水溶氧降低时,不少青鱼会纷纷冒头,部分青鱼也会因为被大水冲到浅滩而被撞晕,此时就会吸引许多人去捡青鱼。 不过汛期的河流是非常危险的,若是青鱼极力反抗,很容易会被青鱼拖入水中,最终因小失大,丢掉性命。 因此,民间很多地方也将这种鱼称为锁命鱼,鬼鱼,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如今已经很少人冒险去捡青鱼回来吃了,所以青鱼的别称也逐渐不被食人所知。 感谢观看